谢霆锋发文趁想念张博之,大儿子回应四个字,让他无地自容。 首先谢谢你尝得那么美还来看小编的文章,小编成荒成空,要是有什么意见或者想法都可以留言告诉小编哦, 无论好话小编,都会认真看小编会根据你的意见不断改进,哦,希望能给你带来更多的有意思有趣的文字,希望你能多多,支持愿意天天好心情, 在娱乐圈中在一些大牌明星与大牌明星之间,总是存在着一些情感纠葛。 有些人恩恩爱爱的过了一辈子,突然向大众宣布离婚,有些人本意为这辈子不会再有什么交集, 那在前不久谢霆锋在某个社交软件上发文表示想,加了一次思念张博之原来, 视剧知情者爆料王妃李亚鹏又世纪同况,大家都知道李亚鹏号称,中国好前任,两人离婚这么久, 可是在一起,却仿佛给人没有离婚的感觉。 李亚鹏还当中夸王妃漂亮呢,不过这可让谢霆锋打发了醋谈字,难怪谢霆锋在某社交网站发表想加想张博之的心情了, 而谢霆锋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的这,一番感慨却让网友们怒了,王妃不理你,你就想起,张博之啊你当张博之是什么人啊, 话虽然听着不好听,但是谢霆锋这话说的,确实有点朝三暮四的感觉。 标签,谢霆锋,张博之,大儿子,小编,易见,不过当谢霆锋发文表示, 想加后他的大儿子却只回应了四个字,不欢迎你,无疑这四个字回复得让解, 霆锋无地自容确实啊,自己的亲生儿子都不欢迎自己,那看来谢霆锋长个爸爸,当那很失败了, 在和王妃在一起之后,谢霆锋完全不过问自己两个儿子的事情了。 当那两个儿子过生日的时候,谢霆锋都没有送上自己的祝福如今他的大儿子这样回应, 不少网友都表示,话虽然扎心了但觉得大儿子说的话没有错啊, 欢迎朋友们来吐槽小编,真是不胜荣幸动动手指给点意见吧, 有什么想说的,都可以留言好的话的小编都会虚心接受,小编会努力改进,希望给你带来很多的欢乐。